悉尼歌剧院位于澳大利亚悉尼 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 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 已成为悉尼市的标志性建筑 2007年6月2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该剧院设计者维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 悉尼歌剧院坐落在悉尼港的便利狼角 其特有的帆造型加上悉尼港湾大桥 与周围景物相应程序 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艺术文化的殿堂 更是悉尼的灵魂清晨黄昏或星空 不论徒步缓行或出海遨游 悉尼歌剧院随时为游客展现多样的迷人风采 从远处看 悉尼歌剧院就好像一艘正要起航的帆船 带着所有人的音乐梦想 驶向蔚蓝的海洋 从近处看 它就像一个陈放着贝壳的大展台 贝壳也争先恐后的向着太阳立正看起 悉尼歌剧院的外形 犹如即将乘风出海的白色风帆 与周围景色相应程序 悉尼歌剧院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构思兴建 1955年起公开征求世界各地的设计作品 至1956年 共有32个国家233个作品参选 后来丹麦建筑师约恩五重的设计评却重选 建设从1959年3月开始 直至1973年10月竣工 悉尼歌剧院占地面积1.84公顷 坐落在距离海面19米的花岗岩基座上 最高的可顶距海面60米 总建筑面积88000平方米 有一个2700座的音乐厅 一个1550座的歌剧院 和一个420座的小剧场 有展览、录音、酒吧、餐厅等大小房间900个 悉尼的美、举世闻名 悉尼歌剧院的美、名震全球 然而 悉尼的灯光秀更是五彩斑斓 绚丽多彩 登峰造极 盖世无双 给这座美丽的城市锦上添花 悉尼歌剧院作为世界的建造奇迹 给了人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过只看它的外观并不能直观地表现它的美 每当夜幕降临 此时的悉尼歌剧院灯光绚丽 音乐震撼 美轮美奂 美得让你瞠目结舌 悉尼歌剧院利用光影艺术 在独特造型艺术的悉尼歌剧院的大贝壳上 投射出独具创意 形象逼真的各种图案和视频图像 表演出一场独特的声光大戏 在灯光下 悉尼歌剧院变换出绚丽奇特的万千身姿 灯光秀的设计者 把悉尼歌剧院被当成了一块巨大的幕布 把视频影像投射到歌剧院大贝壳的外墙上 通过各种光影组合 将整个建筑展现出一种视觉迷幻的效果 把悉尼歌剧院的大贝壳作为幕布 看似简单 实则很有技术难度 从歌剧院的外形 我们可以发现 由于歌剧院外里面 由多个贝壳型建筑组成 一般投影技术 很难实现图像的在其上面的保真不变形 只有具备高超光影投射技术才能实现 悉尼歌剧院使用了56台高功率8颗投影机 投影机在远离悉尼歌剧院500米的海港处 为了使其形状颜色高保真 通过软件实现多基融合 一型屏幕影像校正 从而实现了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完美效果 亲临现场 总有一种梦幻般的视觉感受 您的继续感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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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